每个有足球比赛的日子都是球迷们的节日 那么今天祝各位球迷们节日快乐 为各位解说比赛的依然是苏东和我王涛 这是一场你绝对不想错过的比赛 这是双方在本届比赛的第一次亮相 他们的第一场小组赛 对着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瑞典女足 在小组赛中 稳定性对于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每场比赛都不能丢分 才能保持住进击的希望 期待双方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这球都传到姥姥家去了 没想到在这个距离也能打偏 这个球直接传给了对手 来人支援了 漂亮 他们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吗 连财非常果断地举起了旗子 越位进球无效 黄守风也看出来越位了 感觉你们都没怎么认真防啊 克斯瓦雷阿斯拉尼 被控制住 被对手拿到 王霜 他一路带球向前推进 这次船中到了禁区 可惜啊 没有实质上的收获 就又回到了他们脚下 马上组织进攻 看看这次能不能转换为进球 漂亮 这个进球来得非常早啊 回方来了 看看这条球传得是非常漂亮 直接穿越防线 最后的这条推射更是让门将鞭长莫及啊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看他会做何选择 队友们已经跟上来了 直接选择了打门 一次成功的扑角 一脚打门 折射之后出了底线 脚球 球直接往禁区里开 张瑞 这个位置非常好啊 观众炸了 球被拦了下来 攻入了对方半场啊 能不能创造出机会呢 犯规了 送给了对方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 而且这我觉得应该肯定要吃牌了吧 谈判直接给出了黄牌 好像方规队员是无条件接受 黄牌没有问题 对 上面的球迷发出了虚声 这球发的太离谱了 这这 这篇出球迷一大截啊 没错 这个任意球机会就这样被浪费了 没有制造出任何威胁 来 防守队员把球解围了出来 卡内里德 自家禁区里精彩的抢断 唐嘉丽 能不能抓住这个漏洞打反击呢 这似乎有直接突破的空间 球进了 领先又是扩大到两个 看一下回吧 这样的反击战 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 面对机会他们更是没有脚软 直接起脚 一脚力量十足地打门 来 破门成功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2比0 这会是一次经典的长距直入吗 明显的机会 哎 变才的棋子取起来了 这个球越位了 进球不算数 真的就是一线之间啊 那根线就是越位线 卡罗林赛格 卡内里德 对手在前场 做出了一次威胁性传球 被防守队员及时破坏了 控球权又发生了变化 斯蒂娜布莱克斯特纽斯 这脚传中啊 没有通过对方的防守队员 冒着送点的危险啊 抢回了球权 哎 有队友上来帮忙了 门将这次发挥出色 他这边机会不错 空间很大 王珊珊 球来到了张瑞脚下 机会来了 球又进了 完全对手是防不住他们啊 分炸已经三个球了 这一次和防守队员的教练中 他取得了胜利 他在门前拿到了打门的机会 由于距离球门太近了 对方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阻挡他 上半场真是一边倒的局面啊 要不要趁机打个反击啊 看看他们如何打好这次反击 王霜的机会来了 门将冲出来了 直奔着球去了 真是胆大心细啊 这个球主裁判没有给判点球 看台上的观众就非常不满了 他们认为主裁判的尺度拿捏过于宽松了 这应该是被写进华产教科书啊 边路看起来有发挥空间 趁我们不在意啊 一瞬间球权转换了 这球不错 落点很好 上停补时两分钟 赛格拿到球 瑞典姑娘们把球权送了出去 阿斯拉尼的机会不错 这脚射门呢机会是不错的 但就是被门将这么稳地拿到啊 不好 咱们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 今天这个比分啊 真的非常悬殊啊 中场休息结束 这次是由瑞典姑娘们来开球 开始了下半场的较量 场势射门 球打中恒来 然后又弹回到了场上 机会还在 这次射门击中了门框 什么人一开始没碰到皮球 惊出了一身冷汗啊 然后现在你看把球像老婆一样的紧紧抱在怀里啊 这是门框军帮忙 要不他们现在就在中圈开球了 球权一主漏 球还在脚下 绝佳的机会 你看这个球 它又大又远 有了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 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 在这种距离攻门 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三比一 王珊珊 快速铲断了对方的球 阿纳本尼森 现在是阿斯拉尼拿球 斯蒂娜 布拉克斯 特纽斯 连进两球 他们的状态又做回车 继续下去的话 搞不好能完成逆转啊 再来看看进球的回放 非常近的距离 得到打门的机会 然后一蹴而就 有球员要上场了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三比二 主裁认定犯规了 认一球 裁判这次心软了 没有直接出爬 而是口头警告 不过他也要小心 不要再去挑战裁判的底线了 这个啊 他用划铲抢回了皮球 很精彩的一次防守啊 支援进攻的队友 已经到位了 图石冷剑 他又进球了 半章比赛的第二次破门 这一次和防守队员的教练中 他取得了胜利 然后他在距离球门这么近啊 拿到这机会啊 当然是不会错过的 目前的比分是四比二 斯蒂纳布莱克斯特纽四 拿球的是埃里克松 斯蒂纳布莱克斯特纽四 距离很近了 文匠把球打飞了 目前比赛还剩下半个小时 攻入了对方半场 能不能创造出机会呢 这球该有了吧 还好这条身份被挡了一下 拦截了对手的传球 抢到了球权 这球能传过去吗 这球能进吗 文匠这次铺就堪称是上天览月 场边有替补队员要登场 球直接往禁区离开 这是一次前场断球 他们的高位比抢收到了不错的成效 布罗姆奎斯特 带球突破成功 文匠奋力地将对方这次势赛必得的单刀球机会 化线为一立下战功 刚才这个球确实是很好的进球机会 一般守门员也无法很好地处理这种单刀球 但是他做到了 厉害 经验很丰富 猜到了对手的球路 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快速反击 欲速则不打 一味球快肯定会出问题 这次就没控制住球 好机会啊 漂亮 这是他本招比赛的第二个进球 担枪平马杀到对方腹地把球打进 整个过程太精彩了 干净利落简直不可阻挡了 目前的比分是5比2 比赛的常规时间来到了最后的20分钟 防守不错在自己后场把球抢断了 浩可思瓦雅坡air 阿斯拉尼 钳西 看到了这个犯规 但是没有终止比赛 可以打门了 门将这次扑得漂亮啊 这个机会都被浪费了 编才举鞋了 他约位了 不知道这会不会让他心里 他的遗憾稍微少一点呢 是 老家慧 往双 双方对抗很激烈 他已经拿不住球了 这就是个红牌动作啊 他们掌握了比赛的局势 但是这段红牌完全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 还好 他们现在的领先优势足够大呀 这 布罗姆奎斯特 有队友上来帮忙了 这是斯蒂娜 布莱克斯特纽斯 阿斯拉尼拿到了球 幸好有门将在啊 要准备换人漏 角球直接开到了门前 看起来很危险 这球算是稍微挽回了一点劣势 不过比赛也快结束了 这是一次角球的机会 他们没有浪费 最后用一记投球把球送进了对方的大门 比分被改写成了5比3 机会不错 精彩的进球 比赛尾程三球领先 可以说他们已经稳了 再来看看回放 这个球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它的跑位 知道什么时候该出现在什么位置 天赋和经验均一不可 全场比赛马上结束 完全是一边倒的局面 他又把球铲了回来 裁判没有吹这个球 他应该是根据了比赛进攻有利原则 继续进行了 看他的个人能力了 有了 斯蒂娜布拉克斯特纽斯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这球越位了 在防守的时候 这种滑产动作如果掌握不好的话 那犯规吃牌什么的是家常便饭 那犯规吃牌什么的是家常便饭 帽子 帽子细法 他今天这个状态真是全红啊 哈 球迷也跟着他非常兴奋 那状态 想起犯规了 门将这次也是出来接球了 全场比赛结束